现在呢 大家看到的是我在去逃曼旅地下室 这边是休闲区域 那这边休闲设施有哪一些可以玩的呢? 它也适合全家同玩的设施 一起玩的设施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这边是叫做巨型蝶蝶乐 它必须戴安全帽 因为怕说万一倒塌的时候去砸到了就不太好 所以还有戴着安全帽 这个是还不错的巨型蝶蝶乐 可以全家一起同玩的 那我们再看过来这边呢 还有健身体育喔 这边有两台 一个是跑步的 一个是踩来踩去的脚踏车 这是健身区有两台 躲在这边喔 在楼梯的旁边喔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呢 前面呢 还可以玩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叫全管解谜 这个不用付费的 如果要玩全管解谜 你就会看这边有个步骤 你知道它这个画面是去解答 解答这样子喔 去玩这个全管解谜 这个是不用钱的 但是如果是前面的密室解救的话 那个是需要付费 另外付费的喔 那可以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是 杯子叠叠乐这个 杯杯叠叠乐 这个是自己可以玩 这个也不用另外的付费 可以自己叠叠叠 可以禁忌的一个碟杯 好 那看过来这边的话呢 还有小小孩的游戏区 有一个球池 还有一个塑胶的一个 这个积木的区域 球池区域的话是适合小小孩的 它是适合小孩的在这边 三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要注意 如果小孩比较小的话 他是说要记得穿尿布 因为玩得太愉快了尿尿了喔 记得帮小孩包尿布 如果有破坏的话 可能就需要赔偿这样子 因为如果玩有尿尿啊 或是吐的话呢 就是要赔偿 这个是小小孩的球池区域 还有也是粉红的拍照区 粉红拍照区 再来这边的话呢 还有一区是小小孩的 这个也是积木塑胶的一个积木区域在这边 好 换过来呢 我们看看后面这边的话呢 好 这边的话 以前我们家小孩最喜欢的这一块 为什么 他喜欢自己骑 你知道之前那个 那叫赛格威 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在这一块 室内的赛格威 那是另外付费的 另外付费的赛格威在这边骑的 那在这边可以看到雷射的战场 雷射战场的话呢 他是属于全家同欢的 是在里面 他如果人多的话呢 就分成两对人马去PK 可以看到里面的样子 是雷射的 身上会穿 会穿那个雷射 雷射 彩色的 然后如果呢 他几个灯 几个灯 就是比那个 到底谁被打死掉了 这样身上会有 显示 这个是雷射的 雷射的枪战 在里面喔 就在这边分队伍喔 好 这是另外付费的 雷射的枪战区 是另外付费的 然后这个是 密室的 密室的解谜的话 解救的话 也是另外付费的 另外付费喔 那我们看过来这个光束任务 这个就可以了 就是包含在我们的里面呢 光束任务呢 这个是OK的喔 老人家也可以挑战喔 之前我爸妈他们也可以挑战 可以玩的喔 老人家也很OK 这种光束任务体验 这边如果没有进去的人 可以从这边观战 他有个洞洞 这边有个观战区 这边呢 我看一下 里面长什么样子给你们看一下 就这样子 有没有看到 这是观战区域 你可以在那边看 这是雷射 雷射 光束任务 可以在那边观察区 看看里面的人在玩的这样子 可以看得到喔 有没有看到这个光束 就是不能让身体 有没有 不能那个线 我们要躲过 要弯下去 弯下去 低一点 低一点 这样子 就可以过关了 这样子 OK 光束任务 然后再我们看过来 这边的话呢 有手足球区域 有两台喔 老人家也可以玩喔 棒棒也是会玩这个手足球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 这个是手足球的区域 这个是有两台 也是不用付费的 然后也是两个这个撞球 撞球这个也不用付费 要去登记 要登记 那这个是不用付费的 这个也是不用付费的 所以它的设施来讲 这一层是属于大人小孩 都可以全家一起同欢的地方 小小孩有玩的地方 然后大人有玩的地方就是可以打撞球 应该说国小 再大一点点也没关系 光束任务就可以去这个 光束任务去挑战一下 老人家也可以参加这个挑战 这个没有什么危险 没有危险的 好 再来是密室解明要另外付费 那个枪战这个就比较激烈一点 就是青少年就很喜欢玩这一种的 分成两队去比赛 OK 然后再来这边的话呢 就是可以买票 买船票 什么船票呢 它是由真文水库的船票 记得报到之后 我的习惯是 赶快冲到地下去预约那个船 坐船的时间 它是一天一天都有固定的坐船的时间 那可以来这边买票 来这边买票就可以了 OK 这边是可以买 那雷射枪战的话 目前的价格是 如果要买雷射枪是一个人200块 那密室解明一场 它是一场是2到6个人 它是一场是600块去解明的 这都两个是另外付费的项目 另外付费给你们看付费项目 好 那这个是游船 游船就看这个 真文游艇这个是在这边报名 可以在那边报名 那这边也会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游艇的一个简介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简介 然后在这边报名 它有分成有300的一个路线 那也有半日的路线 那价钱是不一样的 可以来这边询问报名 这样子 记得喔 每天船位有限 先抢先赢 先抢先赢 如果是说第一个路线 一小时的话 300块的 300块的 那如果是半日游的话 它是2个小时 2个小时 这个就比较贵喔 分成有500有600的路线 这不同的 OK 记得来这边报名喔 好 这就是我们在地下室 这边的设施介绍 真文 真文水库 在里面喔 我们现在是在保护区里面喔 水库里面的 好 这一间呢 我觉得个人很喜欢它的 很度假风 然后玩的东西又多 老少街以去逃漫 有人又称为说 叫冒险的饭店 因为它的户外设施 会让你觉得是充满了冒险挑战 但是很大的感觉 要去试试看这样子 OK 那下面这边的话 是属于老少街以的地下室的 一个活动区域 活动区域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在地下室的介绍囉 好 介绍完毕了 我们等一下还要介绍一个 还有小小孩 迷你小孩玩的一个上面 二楼的一个乐园 好 跟着我去看囉 好 谢谢